今年19岁首次参加巴西听障奥运的许乐 包办了100公尺跨蓝金牌 以及女子100公尺铜牌两项荣耀 成为名副其实的台湾之光 许乐说因为先天性双耳及重度听损 6岁的时候医生帮他植入单耳的人工电子耳 他感谢父母的辛苦付出 再加上有电子耳的辅助 才能让他体验精彩人生 在田径场上发挥专长 因为我是从大了两岁的时候 因为就是我太过安静 然后对很多声音都没有反应 所以爸爸妈才带我去医院检查 那这一检查就检查出我是先天性的听损 而且因为不是那些轻度 而是最重的集中度听损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爸爸妈非常的难过 很悲伤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有助亲戚 所以我先让我佩戴助亲戚 但是因为助亲戚它的能力还是有限 有很多声音都没爸爸让我听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呢到我六岁的时候 我的爸爸妈决定让我去进行电子耳的开刀手术 那那个时候有了电子耳之后 因为其实也不是一戴上去就可以有非常好的适应 所以我的妈妈花了一年的时间 就是每天六到八个小时 去帮我进行部件 那这样的时间过了一年之后 我才能够慢慢的去熟悉 去流畅的使用电子耳 那有了电子耳后 我的听力就更往上一步 就是我可以听到更多的声音 体验更多的 就是感受到这个世界 有很多更加美好的声音 那也在我的不管是上课 还是在训练的时候 也能更有比较好的临场反应 在竞技的运动上面 我们的胜负往往都是0.001秒 或者是0.1秒 就可以去奔出胜负 所以呢 听到枪声起跑这个点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幸好有了电子耳之后 我才可以在这个方面 不会落后其他的人太多 所以我才有办法站在赛场上 跟一般的人去竞争 因为其实我以前是一个很自卑的人 我也会觉得说 为什么听到这种千分之三的几率 就会降临在我身上 但是现在我慢慢的 我越来越有自信 那我也希望说 我可以透过我自身的精力 去鼓励跟我一样 同为身心障碍的人 就是虽然我们是听到 但是我们现在很幸运 有了电子耳的帮助 所以我们有了这些帮助以后 我们只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 两倍甚至三倍 只要付出了努力 就已经可以进步了 我希望说大家可以 也希望可以让大家了解到 虽然我们是听到 但是我们能力也可以比别人做得更好 还有全球第一位 植入电子耳的耳鼻喉科 李立阳医师 也现身分享 出现听力障碍后的挫折感 直到完成电子耳手术 才让他恢复生活与工作步调 这些情形一直在跟这个听不清楚的状况 在做奋战的时候 到2020年的时候 上次开始大家都戴上口罩 然后戴上口罩以后 我遇到一个很直接的困难 就是病人在告诉我的时候 我绝大部分没有办法听懂 当我没有办法听懂的时候 其实我会害怕 所以我会叫病人用手鞋 然后或是留我的Line给他 请他用Line跟我沟通 那所以像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在工作的时候就已经会遇到一些困难 所以我老师跟我讲说 那你就先带注定器 至少在生活作息上面 你能够先拟补一部分的功能 但是最直接的影响会在这里 就是我在阳明交通大学念博士班的时候 我的同学们有一天在上课的时候 突然通通跑走 然后剩我一个人一直低头在做我的事情 然后最后面一个同学跑回来 再把我拉住来说 外面火警警报在响 你怎么没有逃 然后所以大家都跑了 就我一个人没跑 如果这个是真的一个火警事件 那其实对我自己来讲 我的生命安全其实就自己受到影响 所以这件事情会反映在高频听损 因为高频听损越严重的时候 在这些所谓的高频的警示音 喇叭声 电话声 电铃声 基本上来讲都来不及听清楚 那所以像这样的情况会靠视觉辅助 所以如果视觉也没看到的话 其实当很危险的情形发生的时候 其实会逃不掉 这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很直接的威胁 下一张 然后我没有办法用注定器去补出我的高频听力 那刚刚前面几位都已经很清楚的告诉大家 高频听力的重要性 那语言辨信力非常差 那大概只有20% 那这件事情就是换句话说 大家跟我讲了十个字里面 我有八个字会听错 那这样子的话 我必须要靠着看着大家的表情 跟文字来辅助我的沟通 不然我很容易会错意 那大家知道医疗这种事情 尤其是我是一个开刀的医生 如果判断错误 其实这个沟通没清楚 其实对我来讲 或是对病人来讲都不会是好事情 所以我就变成说 我要去积极的去管理我的听力损失的问题 下一张 那所以我的老师吴泽民教授 他就建议我做人工的发植物 然后希望能够恢复我的听人 然后避免我的脑部的退化的问题 所以我的建议会是这样 以后的诗听除了保健 然后还要积极的去做防灶 生活规律跟主动就医 那如果能够早期配胎注定器 那有机会能够避免听损病重 那如果听神变得太严重的时候 至少接受人工 人工定制的植物 基本上还讲是能够协助我们 赶快把脑部的功能跟生活 恢复成规范化的生活 那这对每一个 就是后天私听的病人来讲 它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所以非常感谢政府 也非常感谢我们卫生局 社府跟医院圈 然后还有长庚医院的客人公司 对我们照顾 医师也指出听力损失 也是造成失智的重要因素 呼吁政府能重视65岁以上长者 听损治疗的问题 那当然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就是台湾 现在目前已经 进入老年化的社会 那其实在失智这一块 是政府一直在努力 在要去克服的 但是听力损失 其实是造成失智一个相关非常重要的因素 也是可以去治疗以后 可以预防更多的失智的人的产生 所以这个是我们 这一块我们政府要特别的重视 那当然 人工电子耳 在这种高失智的这种重度的 极重度的这些病人来说 大概全世界大概只有3%的人 他可以用人工电子耳来治疗 来治疗 但是全台湾大概已经有 70万人接受了人工电子耳 那在台湾 我们今天其实就是要来感谢有 已经有3000位的 其实大部分应该都是小朋友 接受了这个人工电子耳的治疗 可以让他们跟我们一样 可以听到这么美好的声音 在他们的人生的成长历程里面 所以在座的各位 很多都是在从事这一块的努力 真的是非常的伟大 非常的伟大 那当然 在政府其实有很多 这一方面就是刚刚讲的这个失智 还有人工那个 延长者的失智的问题 真的有很大的空间 那当然现在政府的相关的政策 其实并没有对这一块 有很大的重视 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些治疗 或是包括健保的补助 他只有针对18岁以下 65岁以下有相关的一些补助 但是针对65岁以上的延长者 其实并没有 并没有 这一块就是我们应该要提醒政府 去做这一方面的努力 因为它跟失智症有蛮大的相关的关联 所以当然在做这一块 它可能要花费蛮多的钱 但是其实在整个我们这个社会经济 还有政治的发展里面 在整个预防还有治疗 这个年长者的听力的障碍的这一块 我们应该要一起来努力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 其实现在世界上 那个植入最久的 目前103岁 他在90几岁的时候也植入 结果他也经过十多年 然后过了非常好的一个日子 然后因为最主要是电子的植入以后 他可以让病人他听得更清楚 所以他不会就是本身 会需要跟社会隔离 所以他与人家沟通的能力就会进步 所以他可以享受他老年以后的生活 我们目前最大的缺口 是因为政府的补助 耗财的话到18岁 那我们是希望政府能够 把这个限制能够把它拿掉 因为一般以那个目前成人来说的话 大概只到30万而已 可是一个电子的话 他本身需要大概90万 所以像这个缺口的话 就是会阻碍很多成人的人 接受这一方面的一个治疗 然后以世界上来说的话 像澳洲的话 他70%以上 美国50%以上的 那个植入者都是成人 那我们台湾以目前来说的话 我们只有两成的 这个植入者是成人的 所以我是觉得说 我们这些方面可以更加努力 我是觉得说 一般我们还是会呼吁 就是说政府的话 能够听到那个 我们大家的一个心声 因为这个对一般 我很多病人的话 他们因为听不到 所以他们被迫要离开职场 或者说他在学业上 他本身都有很大的一个困难 所以像这个部分的话 就像我们刚才有一些 那个演讲者讲到了 他直入以后 他以前的所有不能进行的一个工作 都有办法进行 然后像我的同事的话 他本身是一个侯科教授 然后在疫情期间 因为他戴口罩的关系 所以病人在讲什么 他都没办法听得到 如果有时候像这种情形 甚至有时候会被迫离开职场 这个对一个很年轻的医师 大概五六十岁来说的话 真的是蛮可惜的 由于目前健保政策 只针对18岁以下 给付单耳的人工电子耳 成人电子耳的社会补助 出现缺口 一届认为政府在这方面 仍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 究竟一之间 好 好 好 我喜欢这边 我们应该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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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